注意看,这个男人正在凝聚超大能量弹,准备连同地球一起吹火。 小红不愿意看到能量弹砸响地球的事情发生。 他利用两年半的力气,终于把能量弹推了回去,并且还附赠男人一发红天气功。 最终男人被推出大气层,直至撞向太阳,然后化作屈无,地球在此安然无恙。 最后小红表示这一发能量弹是男人的极限,却并不是他红天的极限。 那么小红到底是何方神圣,为何能有如此强大的力量? 大型纪录片《红天传奇》持续为您播出。